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意外 就是出一些奥布啦 建招啦 干扰战术啦 乌贼战啦 修理你这样子 大概我们这几十年大概就是这样过 一个市长做半年完 你中厨就要把他联署罢免 我觉得太那个 但是也蛮符合民进党的向来的作风 好 沒關係 今天说演起 我是不觉得韩国瑜留在高雄干嘛 甚至我对高雄的朋友很抱歉 就说有必要对高雄这么好吗 因为我不是高雄人 我对高雄这么好干嘛 但是因为你们有了一个市长 他去选总统 他欠你们 所以他对高雄好一点 我也没办法 所以如果站在台北立场来看高雄 应该是很幸运 你曾几何时看到高雄 获得这么大的重视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 好 所以 少数高雄的朋友 少数 这个民进党的绿营啊 在高雄这些政客啊 这边搬弄是非 就去吧 就尽量 没关系 好 我们今天的每一句是 韩国瑜昨天的脸书 Yes we do Yes we can 这是他的一个ending 就写得很好 Yes we do 他本来是Yes I do Yes we can 我们可以 我们做得到 好 我们第二段要看这个 几个媒体啊 其实他们当然也不如以前啊 我们自己台湾的媒体的萎缩 其实外国通讯设计者的这个素质啊 也不如以往 但是我们就喜欢出口转内销嘛 把外国媒体 有没有 每次那个台风来 CNN预测 奇怪 CNN在美国他预测我们的台风 你为什么那么高兴 你为什么特别的报道 因为从阳跟媚外 美联社跟纽约时报 驻台记者看我们的政治 就好像我在看川普的政治一样 川普对着那个 他们的这个 这个众议员啊 直接开骂 滚回去啊 滚回你的国家去啊 我是建议美联社跟纽约时报 先管管你们自己川普啦 好 第一段讲柯文哲之前 来我们先来报告一下那个 礼拜五 7月19号 7月19号 礼拜五 我们要抽奖 那个我们的 订阅五万的这个 那个T恤 我昨天签名签 签 昨天国民党初选来年 签7月15号 第五万件的 第五万个订阅的朋友 我们礼拜五 礼拜五的第一趴 大概约末这个时候 现在是6点10分05秒 约末这个时候 我们来抽奖 那用一样用扣音的方式 我们那天会接三通扣音 前面两通是聊天 第三通接起来的朋友 获得我们的这个 这个这个纪念T恤 那五万 那七万五的订阅 我们还会再送 再来想其他的这个 当然要有经验性 只说路边就买得到的 我拿来送你 你也不会珍惜 我自己开机都有 我送的东西 一定是外面买不到的 有钱也买不到的 这样才有意义 当然也不能随便送一些 这个 我们再来想 但是我们还有 七万五跟十万的订阅 要来努力 高雄林小姐早就破五万 黄伟还已经破十万 那我们电台破五万 就还要再努力的 这个这个追赶 请大家来捧场 那我们 一三五的那个 《会有人看社会》 晚上七点 今天礼拜二 所以今天没有 那如果时间上会 时段上有什么调整 我再跟大家报告 那我们 在观点频道的那个节目 我们要维持下去看 大家看时间 我就跟各位讲的很白 时段的调整 是因为我要去拼经济 那拼经济的时间 跟这个如果冲突的话 我得做取舍 这个 这些人要准 要人准照 这个部分 要听到大家说 这个完整 时间上比较那个 然后另外 我自己开的那个 那个YouTube的直播 我昨天晚上跟今天下午 都有测试 目前没有内容 就是聊天 你好你好 那当然就说 我自己开的直播的 那个内容 要跟我们的广播节目 跟我们的网络节目 或者我上电视通告的 那个题目 理论上是应该要有区隔 方向 那角度 或是新闻的类别 理论上是应该这样子 不然我上电视讲一套 讲ABC 在自己家里开直播 也讲ABC 来广播也讲ABC 到网络节目也讲 我都讲一样的东西 那很像 我觉得 所以我要做 某些程度上的区隔 那这几天是 因为昨天才开始 昨天晚上才开始 那谢谢那个伟翰 还有高雄林小姐 帮我很多忙 他们就帮我拉人 谢谢两位好朋友 这个大家不感谢 我还没有 林小姐是一直要订 那个 就是固定的时间 像伟翰 很像是那个 礼拜一 他礼拜一的几点 他会固定会播 他的那个直播的时候 那我不是很确定 我现在还没有 这个 怎么讲 settle down 就是还没有安顿好 我的那个 就说理论上 我希望把它做 做区隔 譬如说 有一天 有一天是 有 飞雷晚三 有黑文看社会 有电视台的 争论节目通告 也有我自己的直播 假设有一天 有这四个节目 然后四个节目讲的东西 都不太一样 我的期待是这样子 如果都讲一样的 你广播讲过了吗 电视讲过了吗 你回家要讲 重讲一次 但是这就跟我的 去开直播的初衷有点不太一样 那我不是批评别人 我不是批评别人 大家不要不会 我说我自己在把这个 平台做界定的时候 我自己要把他的定位 先设定清楚 你也知道我是个龟毛的人 所以这几天 现在已经有直播 这两次的内容都很巴热 没看没关系 因为里面都没有讲新闻 里面都是聊天 还有吃东西的 都没有新闻内容 大家不要那个 好 请大家到YouTube的频道 我那是做一个频道 因为要开直播 他做个频道 我频道的名字就是 频道的名字就是我的名字 然后里面一张照片 频道的名字是我跟小燕姐的合照 你看了那个就知道那个是我 然后已经有朋友去订阅了 非常感谢 再次的感谢伟翰跟高雄林小姐 好 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一段 这个我们要先从柯P开始谈 因为蓝绿的初选结束 底定之后 那剩下变数就是柯P 郭台铭的幕僚 今天有到友台去接受访问 那他说大概90% 不会选 他意思说这个 拖掌参选从来不是郭台铭的选项 我希望是这样子的 那如果郭董他就是 为了国民党去团结 那剩下的变数就剩柯文哲了 所以柯文哲他 选不选或怎么选 直接就牵动到2020大选的结果 好 那首先呢 这个蔡总统不是姚文志 不是姚文志退出政场 我还骂他 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姚文志他毕竟是一个民进党的立委 那他也破釜成州的辞的立委 那很积极的打选 但选到都哭了 他被柯文哲这样子修理 修辱什么 姚文志是输得很厉害的 能说七才是这样 那姚文志败选之后 他就依照他承诺退出政坛 所以我不是要骂姚文志 大家不要误会 但是我要讲就是说 蔡总统他不是姚文志 所以柯文哲他想要操作棄保是不可能的 姚文志拿17% 姚文志民进党在台北市只有17%吗 不可能吗 你想也知道不可能 民进党是执政党 然后丢了那么多资源 现在台北市怎么可能开出17% 因为不可能 民进党起跳绝对30%以上 可见柯文哲去年的当选是民进党有人含泪投给他 因为那时候丁守中很强 丁守中强到不需要韩国瑜站台 有没有 韩国瑜在投票之前没有来台北 有啦 有去帮那个 后来是帮那个谁啊 那个选中山大同那个 那个是选后的 我是说在选前 韩国瑜跟侯友宜造势 跟卢秀燕造势 去帮桃园的陈学胜 去帮台南的高斯伯 可是他就是没有来台北 有没有注意到 我所以当丁守中 我还是替他惋惜的 可是显然民进党有人含泪投给柯P 但是那个是台北市场选举 总统大选 如果总统大选这样选下去 被弃保的可能是柯P 而不是蔡总统 因为是选总统 被弃保的可能是柯文哲 那韩国瑜呢 也不是丁守中 蔡总统不是姚文志 韩国瑜也不是丁守中 蓝绿如果归队 那白色就是被边缘化 就这样 所以柯文哲要不要选 可能还要再 要再选看看 因为你算 那输的没关系 输的就回去当台北市场 讲是这样讲 但是如果柯文哲这是输 假设他出来选 然后是第三名的话 谢谢收看了 你出来算算一个第三名 你算哪 那个整个气势都没了 好 没关系我们等柯文哲的 他的决定 当然他的决定 我刚讲的确会影响到 蓝绿的这个选情 那林北凡去 担任民进党的副秘书长 柯文哲痛批 说谎成性 其实这个只是我们 媒体上 政治上的常态 但是柯文哲很怒 很怒 你看之前那个 林权跟戴清德 林权跟戴清德 他们要交接的时候 媒体每天问 总统府也说谎 先说有没有那个 内阁改组 有没有那个 内阁种子 大家都说没有 一直到九月 林权跟赖清德才交接 可是林权六月就丢辞成了 说谎了三个多月 不是吗 赖清德跟苏贞昌交接的时候 也是 苏贞昌骂街没有 有没有 总统没有 没这回事 大家都睁眼说瞎话 其实跟林北凡这个差不多了 那你说这个是说谎吗 还是说这个新闻的这个处理 其实以前国民党都是这样的 国民党都这样做 那阿伯做市长做四年娃 公开的说谎跟失言到底几次 其实有多次 去说白人比较快 你们怎么说谎 林非凡是这样 林非凡去接民进党副民党 我觉得 没什么太大的意义 只是说林非凡你之前在批评民进党 现在回头看会很好笑 你不是说民进党拍颗西瓜都能当选吗 那去拍颗西瓜来 对不对 这个谁来说 年纪轻轻就变成政客 不过林非凡也是被拱出来的 在整个太阳花的这个事件里面 他跟陈伟廷就是一个傀儡 那被民进党跟黄国昌 他们炒作的傀儡 学运领袖 不必 陈伟廷本来选立委 大家记得吗 本来选立委 我记得是苗栗还是哪里 本来想选立委 好 那蓝绿的初选民调的起伏 柯文哲说这是荒谬 社会太乱了 那当然这个就是民调的现象 因为你是事先告诉大家民调的时间 所以支持蔡英文跟支持韩国瑜的朋友 他们就会回去手电话 就这样子 那你说这个民调跟现实状况不太一样 他就不是常态 就因为大家都在家里等电话 那本来的民调是你不要在家里手电话 那这样我抽样的这个母体才有意义 那你这么多韩粉都在家里等电话 你接到起来 你就唯一支持韩国瑜 韩国瑜的民调就自然拉起来 但是没关系 这个是初选的游戏规则 蓝绿都一样 那下个礼拜之后 好像苹果将是明天要公布民调 苹果公布的民调 可能也会受到韩粉的影响 因为上个礼拜韩粉都在家里 下个礼拜 下下礼拜 他们还是会做民调 甚至会做三咖嘴四咖嘴都没关系 那个民调才会回归基本面 所以大家现在也不用高兴 也不用这个这个难过 那柯文哲说 蔡英文总统跟韩国瑜之外 有没有其他的解方 这个问题就是 蓝绿的恶斗 让柯文哲有喘息的空间 那的确有人会寄希望于柯文哲说 国民党做得这么暖 民政党也做不起来 不让柯文哲做话 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为什么 柯文哲他没有人 没有人 他没有党 那他怎么有办法执政 你看台北市搞成这样子 叫他去当总统 太好笑了 那其实很多人会去想称他 像之前的这个宗教团体 而且其他的小党 要去跟柯文哲接梦 那个现象在民主国家 非常的正常 很正常 就是两个大党在那边 让我们第三第四第五 我们大家团结起来 这不是不行 但是我一直觉得说 柯文哲他不应该去 操作这个事情 他今天批评说 有人靠美国 有人靠中国 然后从中谋取利益 这讲的没错 民进党靠美国 国民党靠中国 他就两党这样子 那你呢 那你不就是利用 蓝绿两党的矛盾在 在谋利吗 你也好不到哪里去 他说什么美国 美国大陆跟日本 他去跑 你那个参访都是 走马看花 你参访什么 这个 没办法 恒惊 垃圾不分蓝绿白 我们只能选 比较不烂的苹果 以目前来讲是这样 那国民党跟民进党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我也大家参考 可能会有人讲 那你不是之前 把国民党骂得狗血淋头 现在大家 因为我昨天跟他讲 非韩不投 要变成非兰不投 为什么非韩不投 要变成非兰不投 因为韩国瑜 已经获得 国民党初选民调的胜利 他即将代表 国民党去选总统 所以非韩不投 要改成非兰不投 就这么简单 这个我们昨天有讲过 好 那这个国民党 如果因为韩国瑜的 这个韩流的加持 国民党明年重返执政的话 如果啦 因为不晓得输赢 如果明年是韩国瑜赢了总统 那我希望国民党立法院也赢 那总统赢 立委赢 这就完全执政嘛 总统是国民党的 然后立法院国民党过半 那就要完全执政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我觉得国民党也把他当作 把明年如果韩国瑜赢的话 当作最后一次执政的机会 我希望国民党这样想 因为 鄉亲一非常的明显 是国民党从2014 2016 惨败以来 国民党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2014地方输得黑黑黑 六都四比二 国民党本来四哦 民进党就台南 那个台南跟高雄嘛 就陈局跟赖清德嘛 台中胡志强啊 桃园吴志阳啊 新北朱立伦啊 台北郝隆斌啊 本来是四比二哦 2014选完变一比五啊 只剩一个朱立伦啊 剩一比五啊 不是嘛 台北变柯文哲啊 桃园是郑文燦啊 台中是林家隆啊 台南高雄还剩那两位啊 变一比五啊 四比二选成变一比五 国民党2016更惨 朱立伦直接输300万票 直接被KO啊 300万票 那我现在跟你讲 2014 2016的例子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2018国民党怎么赢的 不是被打到趴在地上吗 黏在墙壁上吗 300万票耶 输300万票 这是怎么输的 四比二变一比五要怎么输 四比二变一比五 你看这党多烂啊 嘿嘿嘿啊 那我现在的问题 我不是在讲2014跟2012 我说2018怎么赢的 然后2020怎么办 因为两年 两年两年选一次嘛 地方中央地方中央这样选嘛 所以我说如果明年国民党 能够重新执政 国民党应该把它当作 最后一次执政机会 因为你如果明年能够重新执政 是天上掉下来的啦 不是国民党做什么 什么卧薪尝胆啊 什么痛改前非 那不是 不是 我跟各位讲 我说垃圾不分 蓝绿白嘛 白我就不谈了 白我根本就 那绿呢 你看蔡总统做这样 你还敢让他再做四年吗 不要了啦 蔡总统 你回阳明山的豪宅退休啦 我跟我讲 因为你本来也不想选总统嘛 不然你怎么会跑去 宇昌当董事长 你本来也不想选了啦 你这个奇幻里程 让你当个这个 做一个细腻的总统 蔡总统也交代了啦 本来就是这样 没有白色 没有绿色 那就只剩下蓝色了 让蓝色再做四年 最后一次执政的机会 你做得好就积取 做不好就下来了 国民党也是一样 韩国瑜也是一样 做不好就下来了 还有你一次机会 你好好做 做得好 大家鼓掌 做不好就下来 就再换人 没办法 怎么办呢 这个不是闹脾气 说这个不好 那个也不好 这个也不好 那你要投谁 国民党有没有 优点跟缺点 也有啊 民进党也有 优点跟缺点 柯文哲也有优点 那怎么办呢 你只能两害相权 娶喜亲嘛 你有柯文哲走 那太可怕了 你有蔡英文 又做细腻 饶了我吧 只好含泪 让国民党再做 让韩国瑜去做看看 所以我说 这后 回忆完全这件 完全这件 完全服劫 完全执政 完全负责 然后呢 就大干一场 看能不能把我们 鬼混这几十年的 这个 蓝绿恶斗的 意识形态 这些东西 去做一个改冠了 那这个就是 对韩国瑜 最大的考验 因为 你在高雄 这个在我们 最后一段会讲 就是他被卡了 部分 你在高雄 你什么都没办法做 你要钱没钱 要人没人 那我就让你当总统 我就让你立法院过半 我让你没有任何的理由 跟借口 你做吧 你做得好 你再做四年 做不好 你四年就滚蛋 就这样 我是韩粉吗 我这样像韩粉吗 做不好就下来啊 有粉这样子吗 让你去做看看 因为现在 很多老百姓 愿望你去做总统 你就好好的去做 就是这样而已 没有白胶 农住的 你胡椒 哪有什么白胶 你就去做看看 然后就搞不好 当了总统 然后立法院过半 结果还是这样子 一事无成 那就是泡沫破灭 就是大家就 那我是希望韩国瑜 好好的做 因为 他曾经很落魄 2017年选国民党党主席 他只拿5% 5% 得票率5% 没有人要理他 2017年选党主席 谁要理他 2018 国民党提名他选高雄市长 没有人认为他会赢 他连去募款都没有人 要抖内给他是 吴敦义帮忙 因为吴敦义 在高雄有人脉 大家好朋友 多减少那一楼 不然连买矿泉水都没钱 那所以你看他2017这么惨 2018这么惨 现在才2019 他现在选总统 我认为韩国瑜会很珍惜这个机会 他都60几的 那62 63的 他 他看也看着 那他就因为 他不是传统国民党的那些 经验也好 我看今天联合晚报 什么建制派 胡说八道什么 我们没有在讲什么建制派的 建制派 建设的建制服的制 建制派指的是香港的立法会 香港的政坛 偏向北京的那个叫做建制派 偏向英国的 偏向港独的 争取这个特首直选的 那个叫做民主派 最近在抗议的 每个礼拜去游行 那个叫民主派 黎智英就是民主派的 建制派是偏北京那边的 我看今天联合晚报写 做什么国民党的建制派 胡说八道 国民党没有人 后面都没有人审稿的 审稿的都被那个了 讲这样是伤感情 那稿子不能这样写 怎么叫做国民党的建制派 国民党没有建制派 你可以做什么金英兰 什么什么政治权贵 国民党的建制派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名词 不要这样子写了 毕竟我们不是香港 当然要看大家最后的决定 今天韩市长讲一个部分 我讲一下 他在提到罢免 有人去骂罢免韩国瑜的志工 去骂他们在网路上对骂什么的 韩市长还是呼吁大家不要 那韩国瑜讲说 其实这样的呼吁效果 为乎其为 这个就对了 所以你看之前那个国民党 那个什么新北市议员 韩国瑜不出来讲话 他每次都有出来讲 他每次都有出来讲 然后每次的效果都不怎么样 所以我希望大家这个 要听韩市长 不要这些骂 他要罢免韩国瑜 他是一个政治的操作 政治的手段 而且我相信他不会成功的 我之前跟他讲过两句话 来当我们这一段的结论 初选看民调 对不对 各党的游戏规则 初选看民调 大选看选票 初选已经结束了 你现在讲初选有点脱胎前 初选看民调 大选看选票 那些要罢免韩国瑜的人 你去骂他 他也不会投韩国瑜 对不对 我都要罢免他 我还选他当总统 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不缺他那些票 你们要罢免韩国瑜的 你们可能要投柯文哲 你们可能要投蔡总统 那个我们都尊重 可是只要我们投韩国瑜的票 比你多 韩国瑜就当总统 我管你拿几票 只要我的票比你多 我就赢了 我管你拿几票 你看那些人反对 反对就反对 反对的站这边 赞成的站这边 看谁的票比较多 民主不是这样子吗 你骂人家 你骂他干嘛呢 骂他他也不会改变 他的想法 他说我就是要罢免 我就是要投蔡英文 尊重嘛 爱与包容嘛 你骂他干什么 骂他没有意义 我们应该是想办法 把支持这边的人变多 变坚定 把柄做大 你看有多少朋友从海外回来 美国林小姐 泰国的阿辉斯 千叶的Yuki 保罗王快回美国了 今天跑去买太阳柄 这些朋友 我们在加拿大 温哥华吧 伊瓦州 周流俗情 他们机票都准备要买回来 你看这几天 其实电台 这几天有多少人去订 1月11号之前的机票 知道韩国瑜出选赢了 马上机票就订了 美国林小姐更好玩 韩国瑜出选还没赢 他机票已经先订好了 如果是郭台铭 不会有这种那个 那这个东西是钱买不到的 好来我们去观看 各位队晚餐 我是陈辉文 那个晏安 很像有1450来 请他处理一下 有些聊天室来乱的什么的 那个我们不要去骂 那个绿色的朋友 就刚讲 你去骂人家什么 什么圈圈啊 叉叉都不好 好不好 他就说那个 他要支持绿的 也是他的选择 我们尊重 到时候就看头哪边的票 比较多就这样子 比赛拉票 比赛谁的人多 不是说我去骂你 你越骂他 就像韩本一样 你越黑韩国瑜 韩本就越挺韩国瑜 物极必凡的原理就这样 好我们来看这个 外国媒体美联社 这是一个大的 这个国际通讯社 他说国民党出选 韩国瑜因为民粹而获胜 纽约时报说 这个韩国瑜是一个 亲中的市长 对中国比较亲近的市长 美联社跟这个 这个纽约时报都这样写 很好玩 我拿一个报纸给大家看 这很好玩 也不能讲好玩 我觉得是悲哀 就说 我真的觉得是美国的悲哀 因为我们今天用这张 这个是 川普 川普这个 这个是非常 这个可以说是 有史以来最差的美国总统 就是他 那川普 这四个 这个民主党的 众议员 他们众议员人比较多 众议员美国 全国有435个 那这个 Senator 这个参议员 100个 他们人 这个他们是两院 两院 这个人数不太一样 所以那个Senator 比较值钱 因为一个州 只有两个人 全美国才100个参议员 那众议员 这Congress 这个应该叫 Congress Woman 这个女的众议员 我再弄低一点 这个川普当就是有 这个种族歧视 那你们回母国去 那这个当然是 当然从川普当 美国总统以来 类似的这种 争议 类似这个东西 应该我把它调低一点好了 因为这标题有点压倒 那这个当在美国 引起轩然大波 川普被骂之后 你也知道他的个性 他继续骂 他不会认错的 他就继续骂 这个东骂西骂 他不认为他是种族歧视 他认为他骂这四个 这个众议员 是有道理的 非常的非常的糟糕 那这个是不是民粹 川普是不是操作民粹 川普是不是亲俄罗斯 他跟普丁非常好 所以当美联社跟这个纽约时报 在讲东讲西的时候 这个比较好 应该用这个了 谢谢 这个timing 这个 这张这个标题比较那个 谢谢 那 韩市长回应 他说很多人支持民进党几十年 但是感到失望 那韩国也否认 他说是民众变聪明的 不是民粹 是民心思变 我认为是民心思变 大家撞不住 所以 你看他为什么能够翻转 2014年 陈菊拿99万 是当年全国最高票 他拿99万 2014年 杨秋心拿45万 连陈菊的一半都不到 45万 所以 2014年输了50几万 54万 2014年输54万 2018年 韩国瑜赢陈其迈15万 来回将近70万 70万 高雄的票 高雄人口270 有投票权的220 你扣掉投票率 你70万的来回 那很可怕 开出来票 其他开出来票 也才100多万而已 有70万票的移动 这个跟民粹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是民心思变 就是 高雄的朋友 撞不住 不管是高雄官 还是高雄市 民心动做这么久 我们好像成功了 不说太好 现在这个韩国瑜来 好像没做看看 就让他选看看 让他当看看 就这么简单 所以这个美联社是这个 很那个 那美联社 这个川普赢是不是民粹的胜利 川普在各种的场合 他操作民粹可厉害了 他对有色的人种 他就是鄙视 对穆斯林 他也是歧视 对墨西哥的朋友 很臭残 对女性 非常的不尊重 那你们美国这种垃圾总统 你还在讲我们的总统候选 我觉得很奇怪 很奇怪 好 那这个纽约 因为我去看纽约时报的中文版 我不晓得他是不是超美颜色的 这个我不太清楚 那纽约时报写说 这个韩国瑜是亲中 我觉得这个 China Friendly 这个所谓的亲中 或所谓的 Pro China这些东西 其实在马总统 实在就一直被骂 说马英九是马桶 儿皇帝 舔共 绿色媒体 把马英九骂得非常惨 那韩国瑜会不会这样子呢 我这样讲 就是说 你亲近中国 你跟中国比较好 那难道只能仇恨吗 像蔡总统 想说我们买国防 邻居凭什么说三道四 你认为人家是邻居 那你就不要占人家便宜 对不对 那真的是邻居吗 你看中华民国宪法 我们跟大陆是邻居吗 所以他心里 是根本没这个宪法 所以他一直讲 中华民国台湾 不能亲中只能仇中吗 不能亲中只能亲美吗 美国说 有境外势力 要干预台湾的选举 讲得跟美国 说有境外势力 要干预台湾的选举 那干预台湾选举的境外势力 有谁 有老共 还有老美 就这么简单 美国跟大陆 都想干预我们的选举 他们都想找代理人 我们这边比较好的 其实我跟你讲 蓝跟绿 我不要讲柯P 因为柯P不值得一谈 蓝跟绿都会在这两 这是G2 G2就是全世界两强 蓝绿的总统候选人 都会想办法 在这两个当中取得平衡 即便是蔡总统 所以蔡总统在2016 就职那天他讲什么 我承认1992的会谈 他不讲92公司 我承认1992有一个香港会谈 然后我会依照宪法 跟两岸人民关系条 例来处理两岸事务 表示什么 表示我不会台独 我一样有陆委会 我们去大陆一样用台胞胜 就这样 我跟你讲 韩国瑜或蔡英文 他在中国跟美国之间 一定会取得平衡 他不会带国边 那你说会不会偏哪一边 也许会 但是如果照纽约时报写说 这个清中的市长 我觉得这个比较武断 但以纽约时报的水准 其实应该写的更好一点 好 那外国的媒体去评论韩流 他的外行就很像我在谈 这个民主党跟共和党 因为毕竟这个树叶有专攻 因为太远的距离 对不对 你说陈文倩去评论 民主党跟共和党 他在纽约住八年 文倩姐 他在纽约住八年 我也去过纽约 我去八天 那时候到二零一级去 我有点忘了 我去玩 然后扣掉那个飞机的那个 我在纽约待了八天 陈文倩在纽约住八年 外国媒体我不是主要骂他 因为这个出口转内销 外国媒体批评韩国瑜的标题 绿色媒体会欣喜若狂 会拿那个当保 没办法 我们的水准就这样子 好 那昨天韩国瑜去拜会联战 你跟朱立伦见面 那昨天晚上打电话给马英九 这个快速的去整合蓝营 这个当可能又行程或什么的 其实应该去拜会马英九 应该再约个时间 那先去见连战很好 因为连战毕竟在蓝营的这个 这个大佬 而且他子弟兵非常多 像那个连胜文 银银 连胜文的 那个兵育五十平 真的很多 连家军 那其实现在在国民党的中生代 好几位 都是跟连战 连胜文很好的 所以韩国瑜去 那个连胜文那个助理 有没有 不是跑去高雄当局长 这也是一个friendly的 这个表现 那韩国瑜今天在高雄 被问到说 那个选举的议题 他说 市政问题 他会亲自回答 国政问题 跟选举问题 他要用书面回答 这个就对了 我真的是觉得 给韩国瑜这个建议的 这个这个幕僚 非常好 书面回答 所以昨天在那个 国民党记者会 那个美联社记者 问他什么两岸啊 什么外交 什么那个 韩国瑜说改天再回答 评定是怎么说 是国民党刚刚公布初选 结果在现场是怎么讲 那韩国瑜的两岸立场 我都会讲 就美联社记者是 你是没有准备功课吗 反对一国两制啊 热爱中华民国啊 支持九二公司 就那个啊 一中各表 这不是都讲恩变的 这不是美联社记者 他问几遍 可见 我跟你讲 外国通讯社 也一年不如一年 但是我觉得书面回答 是对的 书面回答 就是避免失言嘛 选举跟国政的东西 是不能突出的 用书面回答是对的 我希望韩市长保着觉得 市政问题来 你来问什么登革热的啊 什么有的没有的 你台这个高雄市政问题 你随便问没关系 但是跟选举有关的 跟国政有关的 我要请我的幕僚 请我的国政顾问团 先拟好答案 然后韩市长亲自看过 可以 再公布 这个处理是对的 这个很好 那联合报的社论建议 就韩国应该展现 它的开拓 凝聚跟提升 我觉得很好 因为蓝色的 我这样贴标签 可能对一些友台 我比较不好意思 但是我讲的是一个 大原则 蓝色的媒体 我认为联合报 已经回来了 但是其他的媒体 像这个友台什么的 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 如果郭台铭 他确定不选 譬如说郭台铭 尊重出选 确定不选 现在挺郭的媒体 他还是得回来挺韩 那与其说挺韩 你可能心不甘心 但至少你要挺蓝 非韩不投 已经非成非蓝不投了 不好意思 我这发音就不应该标准 来 我们来开欢 我们的康英电话 02363995 控制2363 今天是拜日 7月19号 礼拜五我们要抽奖 抽那个T恤 绝版的T恤 谢谢大家的订阅 订阅我们贝蝶联播王 然后我们 135都有 辉文看社会 今天礼拜二 今天没有 然后YouTube 我自己 那个谁 我们下午的 有遇到 欧亮亮你可以帮我贴连结吗 欧亮亮你还在吗 不晓得欧亮亮在不在 就是我自己有开个直播 在我们YouTube频道 然后我们135的 那个辉文看社会 也是一样的 这个 这个 教雄 教雄 那今天礼拜二 所以明天才会有 来 02363995 来 欧亮亮 你好 你好 主持人你好 你好你好 您住哪个姓 你好 我住 新北市 嘿 嘿 小楚 小楚你好 来 啊 因为现在民调结束了嘛 嘿 对啊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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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哦 所以 所以我会 我会含泪 投韩国语 嘿 嗯 讲完了 听不太懂 为什么要含泪投呢 嗯 因为 因为 因为反正总统原因啦 反正 反正他不是我心目中的 的人选啊 那你本来要投谁 我本来要投 我本来要投郭董的 嘿 嘿 啊 郭董 郭董民调输了 所以你要含泪投韩国语这样子 对 嘿 啊 你感谢我这个平台的意思是什么 啊 就谢谢你 我这个平台啊 谢谢我这个平台 对啊 因为你让我可以 可以 可以 可以讲话 可以 可以发声啊 就 你说call in就对了 对对对对 好 因为我前 因为我前次call in是讲那个棒球经典赛 那好久了耶 对啊 很久了 经典赛是2017啊 2018 2017吧 对我前一次call in 是讲那个棒球经典赛的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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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讨嘛 小组可是 经典赛从你讲到现在也没检讨啊 当然啦 当然没检讨啊 你就知道我们 觉得很失望啊 好 谢谢你 谢谢小组 谢谢 感谢 感谢 来我们的困点 0223 63995 控制 第三表三 来 别的晚餐你好 哈啰你好 你好 那个 永康台南永康姓许 许先生你好 你好 你要投谁来 我要投韩国瑜 他初选终于赢了 等好久 我想讲一下 那个 这是台湾来 希望台南的网友 可以注意台南的水災 跟高雄的水災 哪边比较严重 大家来检视一下 许先生 我们不要比这个吧 这个有什么好比的 比哪边比较严重 这是什么比法啦 看谁的成绩比较好 清余成绩比较好 不要比这个 你比较好心 拜托 都不要淹水 台南也是 我们自己人 你也好 是黄伟哲 黄伟哲也是我们的人 虽然他是绿的 可是也是我们 我们的市长 许先生 我们不要这样想啦 韩国瑜做得好 我们加油 黄伟哲也要加油 这样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许先生 许先生 我知道你 看哪边的清余比较好 我是希望都比较淹水 刚才有红胎 路后 其实那些都很辛苦 谢谢许先生 来0223 6395 来 飞典晚餐你好 哈啰你好 喂喂 喂喂 你好 大哥你好 你好 我桃源 桃源 赵先生 赵先生 赵先生来 你要投谁 韩总 韩总 他终于赢了 没有啊 其实我是觉得 他出来 我是对他蛮心疼的 为什么 因为他被他打成这样子啊 我刚忘了问那个许先生 赵先生 你上礼拜要等电话吗 没有 因为我上班 我都上夜班 所以我 可是我知道他应该会出来 你知道他应该会出来 可是我是觉得他真的 他家人那边都被打成这样子 其实 我觉得如果说 别人出来 可能我觉得 他会比较不会那么累 那当然 我跟你的想法其实一样 如果说是让郭台铭出来 可能韩总等四年 他会比较轻松 那他现在就 不管是电视台或是媒体 对他的不友善程度非常高 其实媒体已经 现在的职长就是民进党不是吗 为什么大家都要 炮口枪口都是对着 国民党我也觉得很奇怪 赵先生因为骂韩国瑜收视率很好 你知道吗 我知道啊 可是媒体 不管是说 某些会偏 什么 比如说韩天什么样 可是他只有一台 OK 好 谢谢赵先生 谢谢了解 感谢赵先生 赵先生我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报告 修理韩国瑜跟李嘉奔 还有韩冰的总决赛还没开始 后面的围剿跟抹黑跟抹红抹黄 还没开始 台湾的选举本来就这样子 每一次的选举不是这样 上礼拜苹果日报不是追打了一个礼拜的农舍吗 下一道菜是什么 还没上菜 很残酷 难怪很多人不愿意重振 来我们去观告 各位晚餐 我是陈辉文 我们现在在YouTube的这个 我们节目的直播 这个有点像是我们之前的那个APP 那我们之前的APP上面的那些留言板 也是很多朋友会有不同意见的那个表达 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 当然如同韩国瑜今天讲的 那个呼吁的效果 很像微乎其微 但是我还是要呼吁一下 拜托大家 这个基本的那个要有 你来洗版也不会改变那个状况 就像我刚前面讲的 要罢免韩国瑜的人 你骂他 他还是要罢免韩国瑜 你修辱他 你骂他什么的 他还是要投蔡英文 所以不要 不要浪费力气 我们看韩国瑜昨天的脸书 五个感谢 那最后他讲 Yes we do Yes we can 这个 激励大家一下 因为其实非常辛苦 韩粉 上礼拜 这个 顾电话顾一个礼拜 很辛苦 顾电话还被骂 顾电话还被笑 但是韩国瑜 好就不要在乎那些了 好我们看陈其麦 陈其麦说韩国瑜急得离开高雄 让高雄人演起 当然我是觉得陈其麦可惜的 就说因为他跟韩国瑜去年的选举 也可以讲是一个经典 如果今天陈其麦有那个高度 韩国瑜赢得国民党总统的那个初选民调 祝福他 恭喜他 我帮韩市长加油 当然我票会投蔡总统 如果是陈其麦 我票会投蔡总统 但是我帮韩市长加油 就陈其麦讲说 你韩国瑜急得离开高雄 我国人很演起 这个就是 那个就是程度 层次水平跟水准的差别 陈其麦演绎得非常好 韩国瑜在高雄 其实要卡 我去年他还没选 我就讲他会被卡 你现在回头看我讲了 我准没 他被卡 要钱没钱 要人没人 你老公是要做什么 你老公没效 他要去算 我刚才头上第一段 我有说过 我不是韩粉 让韩国瑜完全执政 让韩国瑜没有任何借口 让国民党再做四年 做不起来 下来 给赛营大声给公 下来 要本个鬼 本一大堆 没效嘛 国民党也真的没改 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改 最后一次让国民党执政 做不好就下来 国民党自己也要这个挂心吗 不是这样吗 自己要那个 所以一句祝福都讲不出口 陈其麦的水准 跟那些高雄市议员 其实差不多 我看见联合晚报写 绿营 说韩国瑜让浅然 越来越反感 那绿营 那你应该很高兴才对 你不是绿营吗 韩国瑜让浅然越来越反感 那你放鞭炮都来不及 你是在锅 所以我跟各位讲 这种反串1450这样的新闻 看看就好 明天见 拜拜